Hello 大家好 那又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内容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为其模特设计的依然是短头发 她的头发量很多 很厚 然后我希望在这样臃肿的一个状态下 她本身肩膀是一个比较小巧的一个状态 整个人也是一个比较销瘦的一个形体 但是整个头会显得很蓬松很大 占据了整个身体很大的一部分面积和比例 所以希望通过短发的剪裁 让整个重量向上移 使其变得干练一些精神一些 你就先去分析顾客的先天条件 她的头发前侧额头的位置会比较少发量 然后前侧额头会相对比较扁 所以在前侧区域 我在技术上的选择会选择堆积重量 以此来预计更多的发量 然后来到侧面 从侧面去分析 前面发量相对较少 与后面发量极多的效果产生了明显的反差 那在这样的先天条件下 在后期我可能就会选择用大量的去除层次 减弱后期的重量 以此显得前面发量不至于变得特别少 同时在这要考虑 当把头发都疏离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摩托本身是比较瘦的一个状态 它在后脖颈的位置左右两侧会比较窄 同样的问题会制造左右两侧后会比较空 所以对于底边的外线 我会尽可能多的保留长度 以有更多的外线修饰我们侧面外融或边缘线 让整个发型看起来变得更丰盈一些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完成我们先天条件的分析 然后技术的安排在脑海里要有一个大概的效果 整个头部的分区我会完成上下的二分区 底边会选择用直角去除 方形的四面方的直角去除来完成裁剪 去除层次的同时保留外线更多的长度 在头顶的部分我会选择用圆形堆积重量 前高后低的比例来去完成 后区的重量位置设计在2.2 使整个发型变得干练一些 整个人变得挺麻一点点 后面重量高了自然就显得轻了 预计前面的显示前面发量较多的状态 也自然就有了呈现 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看一下 今天我是如何完成这样的动作 首先我们找到退化点的部分 退化点完成分区 分至后区黄金基准点 由黄金点到整股点中间的位置为黄金基准点 由这样的分区完成圆弧形的分区状态 会得到前高后低的分区效果 因为我们整个发型的层次流向关系 还是希望它有一个前低后高的状态 我们现在开始完成今天的剪裁 整个底区的位置会有一个收紧的能力 因为今天条件左右两侧太宽 后区头会相对比较重 所以我会用去除层次来完成安排 整个底区希望有一个极好收紧服贴的能力 所以我会选择水平地面提拉75度切口 来完成这个底区的设计 从后中心分线取出一片头发 垂直地面分区 注意水平地面提拉 垂直地面切口 因为头形略微还是有一点点低 所以我们角度略微提高一点点 设定长度以目数长度一半 作为基础长度参考 切口角度以地面形成75度的角度结合 所有头发 垂直地面完成分区 水平地面提拉 切口与地面形成角度 75度为参考 所有头发 身体在位不动 2代1 3代2 完成后续的方形 转角以前的头发 拉至转角处 完成裁剪即可 好 来到侧区的部分 头向右轻轻倒一点 找到后区转角处的长度 从而上面完成分区 所有后区的头发 原本拉着后区一个面完成的剪裁 现在以后区转角处长度为引导 拉至侧区 同样水平地面提拉 垂直地面切口 而上年以前的头发 由前向后完成梳理 拉至侧面完成方形切口 注意水平地面提拉 垂直地面切口 到侧面就是直角去除 当主体结构修剪完成后 而上点垂直地面完成分区 所有合法水平提拉 向前提拉贴紧脸颊 以并角外线长度为引导 垂直地面完成切口 这样可以有效的使前区变短 向后完成更好的推动能力 注意 整个并角外线处 有意的保留更多长度 可以向后 然后底边后底区外线 有保留更多长度 可以向前 使我们而后的地方不至于 那么空落 而水平方 有效的增加了左右两侧的宽度 使后区左右两侧 不至于变得收得那么紧 所以再次重复那句话 因人而异 先天条件的不同 我们选择的技术不同 当左右两侧较宽 我们选择用圆形堆积效果 当左右两侧较窄 我们选择用方形的堆积状态 来到另一侧 选择同样的方式 身体站位不动 所有头发水平地面提拉 切口与地面形成75度的角度即可 所有头发拉之后去一个面 完成方形切口 侧面头发修剪完成之后 以转角处长度为引导 从而上点完成分区 所有头发拉至一侧 找到后转角 外线长度 水平地面提拉 垂直地面切口 而上年以前头发 由前向后弯强梳理 拉至头发的侧面 完成方形切口 侧面所有头发修剪完成 而上点垂直地面分区 向前提拉 贴紧脸颊 找到外线处的长度 完成直角去除 同样保留后底区景色点 并将外线更多的长度 给我们造型更多的空间 左右两侧的地方 在这 转角处会有一个明显的角 以增加左右两侧宽度 以免左右两侧后底区变得特别窄 现在来到头顶区的部分 头顶前区 完成中心分线 从前侧法际线向上两公分 斜向后完成分区 左右两侧退化点 以前头发向前零度提拉 找到前侧 刘海最长的长度 完成裁剪 如果你修剪的刘海长度 比这更长 那这个长度应该设定头顶 到我们目标外线2.2的位置 以设定前侧区 刘海落点的长度 第一刀向前零度提拉 方形接口 落到一侧 会完成一个圆形前高后低 第二片同样 分区厚度不超过两公分 斜向后完成分区 以第一片长度为导 检测口比第一片 略微提高一点点角度 角度参考22.5 方形 第一刀结束 到左右两侧退化点以后的部分 跟随头形 剪切口平行分区线 剪切口平行分区线 完成裁剪 注意角度 以第一片为参考 提升一点点 参考头皮角度22.5 这个动作可以参考 我们基本形体当中的 圆形堆积重量 第三片同样 以第二片长度为导 发片提高角度 与头皮形成45度的角度 前侧区域依然拉到前面修剪方形 跟随头形 完成堆积重量 注意顶区与下区的部分 是不连接的效果 继续 每一片分区不超过两公分 这一片依然参考头皮的45度 提高角度 找到上一片的切口 跟随头形 完成修剪 完成修剪 整体顶区前侧修剪完成之后 可以观察到 整个头发得到的一个结构流向 为前高后低 圆形 对击重量 当分区分到顶点位置 后区完成一点放射的分区 找到脱壁 45度 剪切口 平行分区线 完成裁剪 找到引导线 找到引导线 整个在侧区表面的层次 就会得到一个前高后低的比例流向 另一侧选择同样的动作 发迹线向上 完成不超过两公分的分区 第一片头发零度提拉 以前侧流法长度为引导 方形切口 零度 发现分区厚度 不超过两公分 第一刀 提升角度 22.5 转角也是退化点以后的头发 剪切口平行分区线 跟随头形 完成提拉裁剪 第三片同样 第三片 以第二片长度为引导 角度提升 与头皮参考 45度夹角 剪切口平行分区线 完成圆堆积 左右两侧同样 参考基本形体当中的圆形堆积层次 第四片 以第三片长度为引导 提升角度 依然与头皮参考 45度 当分区分到头顶区域的时候 开始变成一点方色的分区 提升角度同样 以上一片长度为引导 发片提升角度 距头皮45度 剪过后中心分线 与另一侧做衔接 当修剪到后中心分线的时候 所有头发后中心分线 圆位提拉 进行磨角 完成整个结构的设计 拳头效果完成好之后 在前侧区域 预计更多的重量 由前高 后低 向后推动 底边外线保留更多的长度 包裹边角 给我们修饰 和最后造型更多的可能性 当我们整体结构完成好后 去完成均修的部分 在干发状态下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整个底区左右两侧是服贴 收紧 后底区保留部分重量 有一个收紧服贴 同时保留外线的能力 在头顶部分 我们用圆堆机 表面没有任何的顿挫感 形成的流向效果 前高后低 上下区域分开 针对于瓶角 向前提拉 完成点紧 水平提拉 直角去除的 发尾点紧 注意在点减的时候 不要把我们左右两侧这部分的能角剪掉 当整个底区点减结束之后 我们完成顶部区域的发尾点减 纵向分区 可以看到因为角度逐渐在提升 切口为圆形 所以我们称之头顶为圆堆机 纵向提拉 剪刀进入法尾3到5公分 因为切口为圆形 为了使切口更容易均匀 我们左手逐渐成握拳状 使发片的发尾逐渐成扇形 更方便我们均匀的保证 结构的完整 以此为前提 去完成发尾的点减修饰 点减修饰结束 目测去检查 是否还有局部位置 因为修饰的漏洞 而有明显的顿挫感 为了增加头顶的封印程度 在头顶扩散点的部分 会取出来一片头发 所有头发垂直头皮完成提拉 进行大量的修饰许练 第一遍点减法尾 剪刀直着进直着剪 第二刀避开法尾 剪刀有法干进刀 再次完成修饰 第三刀 左手贴纸头皮 保证你的剪刀是直着进直着剪 避开法干 去点减法根之法干的衔接处 这样的点减结束之后 发根的位置会变得有很多短的 逐渐到发尾更少的长 所以头顶更容易被拉扯起来 浮游感 同时增加更多的高度 然后当整体发型完成 修剪结束之后 我们来检查一下最后的一个效果 以及状态 测点头皮 并脚流向向后 底边外线保留公众航路向前 以此的左右两侧后 这部分有更多发量的填充 底边是四面方的一个形状 所以左右两侧会预计更多的长度 然后后面 头顶的圆堆积会使得左右两侧收紧向内 但底边的外线却会拉扯左右两侧的宽度 所以有收有放 头顶前侧流海区域 我希望它可以变得风盈一些 所以在这需要更多的一些凹凸感表达出来 不只是通过剪裁去增加纹理 还可以通过颜色的叠加 去表达我们不同明度 所能够得到的一些沟壑感 那么跟着镜头来到这 找到头顶的扩散点位置 分至左右两侧上点 完成整个法型的前后分区 在这要优先要明白 不是说你整个头顶是用连接的剪裁 那你整个头顶都需要挑染来表现 一定拒绝这样的一个问题 表达出你最想表达的位置 其他地方都是来做呼应 以得到你去预染的地方 可以有更好的效果呈现 低头 整个前侧区域 我们找到自然流向的位置 头顶完成一个圆弧形的 覆盖区域 这部分区域是用来覆盖的 当你分离出来这部分覆盖区域 把它放到手心上 你能看到多少手心的肉 你就能看到一会染完底面多少的挑染 是利用覆盖透视的一个效果 去完成了挑染状态 骗染分区 由中心分线向下完成两公分 连接后区这里 注意这样的分区 是分成一个前宽后窄的分区 前宽后窄 这样这部分的偏染放落在手心上 前面表现的比较多 越到后面剩几根表达的越少 与后区没有偏染的地方 有一个很好的衔接 假设如果你的偏染分区 用的是前后一样宽度的分区 那放在手心上就是一样的多 前面很多到侧面也很多 忽然间到后面就没有了挑染 所以我们在这完成的是 前面多一些的色彩表现 逐渐因为分区的变窄的关系 发量由多到少 颜色由重变轻 所以通过分区来去完成 我们今天的见面色处理 越到后区的位置分的越少 另一侧选择用同样的动作 越到后区分区会变得越窄 然后整个头顶的部分 我们完成的分区是一个越压性 中间厚一些 左右两侧少一些 吹风结束之后 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有向向后 鬓角的地方也是向后 左右两侧有一些长的 然后转到一侧 那最后这样的效果 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哦 没动 哈哈哈 没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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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好嘠啥啥啥啥的 等一下 为什么 Bun 好